好 奈米薄膜又稱為量子頸 各位這個wall就是頸嘛 所以他們叫quantumwall quantumwall它基本上是二維的 就是一個薄膜的 就科學家怎麼做呢 科學家在一個生化家的晶圓上 長好幾十層的奈米薄膜 然後這上下是金屬薄膜 然後最上面挖一個洞 然後科學家發現這個電 磁接上去之後 電動從這邊流進去 電子從這邊流進去 最後呢 光會在這兩個金屬中間呢 來回移動 然後最後會從正上方這個圓形呢 打出一個雷射光 各位這個雷射光看起來 就像我手上這個東西 打出來的光一樣 所以這種雷射呢 叫做量子頸雷射 這個在2000年那個時候 非常多學校的老師 或者是研究生都在做這種 量子頸雷射 可以嗎 那各位可能好奇 這個雷射用哪裡 這個雷射通常是通訊用 不是整形用 不是不是 整形用的是高功率雷射 這個我們下一本書會介紹 雷射我還是會講一下 因為那個蠻有趣的 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是低功率雷射 是通訊用的 像我手上這個是低功率 各位知道功率的單位是瓦特嗎 對不對 通常呢 一瓦特以下的是低功率的 那一般的這種半導體做出來的雷射都是一瓦特以下 就是打到也不會燒傷了 你看我這個手這個雷射打到我身上也沒事啊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那個 手雷射美容用的那種雷射 它打出來是幾十瓦或幾百瓦 那個如果這樣打下來就會燒傷 會燙傷 對對對對對 那個雷射美容就是在你的表面 把你的表面一層那個燒掉 簡單講就是燒掉 那個雷射光它控制它的功率 剛好可以把你的皮膚表面的角質層啊 或者是黑斑雀斑給燒掉就這樣 那種雷射不是這種雷射 那種雷射功率比較高 通常要幾十瓦以上才有機會 我講一瓦以下是低功率啦 不過這只是一個很rough的詞啦 對 像這個雷射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大概就是五個mini瓦而已 mini是千分之一嘛 所以等於是0.005瓦而已 就這樣 所以這種東西對人其實沒什麼傷害 不過你要注意喔 如果是打眼睛還是會受傷 好 再來 什麼是奈米薄膜 各位注意看喔 我在生化加晶圓表面 長一層薄薄的 是不是就奈米薄膜 然後我在長另外一種材料 然後在長黃色的這個 所以各位這邊有看到有好幾層 不一樣的材料對不對 這不一樣喔 這個叫生化鋁加 中間這個是生化鋁加 這個是生化鋁加 所以是不是兩層 把另外一層夾起來 夾心餅乾有沒有 這種我們把它叫做量子薄膜 這個是量子薄膜 夾起來的就叫量子井 那有人可能問我為什麼夾起來叫量子井 各位這個是物理學上的名詞 這個要解釋要花時間 我們不管它好不好 反正你夾好多層之後就變成這樣子 它就可以做出一種雷射 這種雷射在2000年那個時候很熱門 你可以Google一下 我跟各位講 你在這本書上看到的任何專有名詞 絕對都是非常熱門的東西 所以你Google你隨便key 譬如說你key這個VCXEL 你就會發現有一大堆的文章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跟你們講的東西雖然你很陌生 但是在我們這個領域的人 它是很熱門的東西 如果連我這個領域都很冷門的 我就不會跟你講 因為你根本連聽都不想聽 好